以足科可以恢復生產 我們的東西都可以滿足全世界需要不是嗎 為什麼美國到今天為止 不肯給台灣足夠的疫苗 為什麼 那也就是說 你民進黨不是一直在強調 台美關係最好嗎 美國也為什麼吝嗇給我們 我們也為什麼拿不到 我們拿不到我們也買不到 然後台灣現在就呈現在 沒有疫苗 然後就要等我們這些 從來沒有做第三期的 的這個國產疫苗 從來沒有做第三期的國產疫苗 那這樣子情形下 怎麼可以打呢 所以我覺得 以目前來講這種封倒的一個方法 我坦白說我是很不贊成 但是它又是一個 沒有辦法要做的事情 這個是很笨 很笨 很笨 我用三個笨 的一個決策 好 等一下跟大家互動一下 等一下這題我要請兵哥幫我們準備一下 不過在此之前先讓大家看看這個表格好了 我們先看看大家 館長建議的啦 希望呢這個我們的資深媒體人 民主持人周玉寇到底要不要來穿個比基尼 看看他的身材怎麼樣 想看的加一不想看的加二 等一下聊天室裡面可不可以胡說一下 好殘忍的投票喔 加一加二加一加二好不好 加一加二 看完之後可能身體又不是加三 沒關係都可以開放大家 我們先來聊另外一個剛剛講到的是疫苗 其實中規瘋不瘋倒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疫苗什麼時候才可以讓我們普及率夠高 所以我們等一下問一下孟凱委員這一題了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慈濟也想買疫苗卡關卡了多久又多坎坷 從結果論來看到了昨天 羅秉承就是行政院發言人 兼政委他說了 比照台積電跟永林會來成立專家的 努力來促成 好但是我們時間到回6月21號的時候 慈濟那時候就已經說了 他們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們說呢希望可以依循 郭台銘的模式來購買他們也要買BMT 6月23號向食藥署遞交了相關文件 到6月26號因為一直遲遲沒有消息 上人都開口了 他直接說呢為什麼要擋我們這一些民間團體 這發文蠻有效的 一發文當天下午馬上蔡總統就跟他來視訊了 保證一定會來積極處理 到了6月28號指揮中心記者會上面說 有邀請基金會的執行長來交換意見 代表他們彼此有見過了 到了6月29號的陳時中說 鴻海還有台積電先把路走清楚 才會讓慈濟走得比較快 等於說呢 讓鴻海跟台積電他們當這個先鋒部隊 慈濟你就走穩穩的走前人走過路就好 所以我才卡你啊 不是卡你啦 所以我才幫你鋪路啊 把那路走得比較順一些些 結果呢現在看到終於拖了這麼久 6月21號到現在7月1號 才跟你說 然後呢就說到目前為止都非常的順利 不過來看到這個公開信 是國民黨主席江啟成 他跟藍營的縣市首長有四個縣市首長說 一起發這篇文 他們也希望可以循郭董模式 來讓各地方首長也可以自己爭取來買疫苗 大家都做了好多好多 而我們的中央怎麼持續還在卡關 不是是在鋪路呢委員 我們先講四個字 人命關天 我不知道說民進黨政府到底有沒有聽過這四個字 或是說這四個字會不會寫 也許關這個字比話比較多比較難寫 但人命關天這四個字 我想應該大家都很清楚吧 如果說今天中央民進黨政府 真的心心念念心裡有人明的話 怎麼會現在三級警戒已經快要兩個月的時間 疫苗遲遲還是不願意不肯 或者是說持續的讓民間沒有辦法很順利的購買呢 我們先說兩個部分 第一我在網路上馬上在今天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馬上網路上就看到很多人畫漫畫 我覺得這很貼切 馬上我就想說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這漫畫是什麼 是一個駕駛巴士他開著車 然後呢就一直在那邊繞圈圈 然後呢上面這駕駛是誰 是好像他寫姓蔡啊 然後上面在兩個人 一個姓郭一個姓劉啊 一直繞圈圈一直繞圈圈 他們就想說奇怪 路不是在那邊嗎 為什麼你持續繞圈圈 再來我們看到另外一個 民間捐贈疫苗 好像就像我們這個當兵的話 有跑這什麼的500障礙啊 就是完全非常困難 但另外一邊順暢無阻啊 所以我們就講 今天要做不做 一句話一件事 一個態度一個口令 其實說實在話 民眾都看在眼裡 到底有沒有卡 民眾其實心裡感受最辛苦 最清楚了 而且我們要講是說 其實像慈濟這個部分 你說郭台銘董事長也好 你說台積電也好 他們是民間企業 但是宗教團體 更是沒有利益衝突啊 他們是宗教團體 是辛辛烈烈 不管是馮光山 不管是慈濟 不是都願意要為民眾來服務 趕快拿到疫苗之後回來 尤其他們講什麼 他講得更實際啊 他講說為什麼要購買BNT 因為BNT是現在所有全世界 合格疫苗裡面 唯一能夠12歲到18歲 年輕朋友都可以打的疫苗 所以當然是希望 趕快補齊這一塊的不足啊 結果記不記得 在這個禮拜的禮拜二 禮拜三的時候 疫情指揮中心還講說 再等等啊 沒想到 我們趕快來去呼籲 大家來共同呼籲的時候 才講是說啊這樣子來 比照同樣的模式 可是 現在比照同樣模式 跟上個禮拜六 蔡英文總統跟所謂的上人 互相視訊的時候 是不是又晚了一個禮拜 所以我們要說到底是 蔡英文總統跟 疫情指揮中心在那邊玩 雙面手法 還是說他的命令沒有辦法下達 還是有什麼樣說不出來的秘密 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只知道說 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政府的積極的態度 其實是不夠積極的 那另外我們也要說 今天是幾月幾號 是7月2號 如果說各位觀眾朋友印象還深刻的話 今年的2月26 蘇貞昌院長在 立法院的時候 做所謂專案報告 當時有講到6月底 是要來2000萬劑疫苗 可是各位觀眾朋友 也比我更了解更清楚 現在我們的疫苗來了多少 不到100萬劑 換句話講是說 我們自己購買的疫苗 都不到100萬劑的時候 還是持續的在阻擋民間 不管是企業或是宗教團體 來捐贈疫苗 我覺得這是絕對不應該的 而我也想要再講一下說 剛剛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有提到是說 這全面普篩 我要先講 剛剛網路上的 幾位好朋友 大家都講得非常清楚 他馬上就講是說有政府 是不是會蓋牌 不然為什麼 全面普篩 從去年 侯友宜市長率先講出來是 3月31號 大家如果說有去看這個新聞的話 因為我今天 在我自己的臉書上面 馬上就把這個 數字給記得清清楚楚 去年331 到現在7月2號 其實一年半的時間 一年多的時間 已經講了好幾次 不管是我們在 未還委員會 不管是侯友宜市長 不管是各位 所有的好朋友 我們網路上 節目上的名嘴 大家都在講 就是應該要做全面普篩 但是沒有做全面普篩的結果 造成說是不是 變成說我們國境有個破口 而3月31號那個時候 確診數只有多少 只有322例 死亡數更只有5例 對比現在 當然啦 有一句成語說的好 亡羊補牢 猶未完矣 可是我們真的要講 為什麼總是每一次都是 羊亡了 我們才要去補這個牢呢 為什麼不能所謂的超前部署 為什麼不能所謂 看到問題 我們就在處理問題 而更有人講是說 以前支持全面普篩 叫做中共同路人 那如果說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全世界都是中共同路人 因為全世界的各國政府 其實都在做全面普篩 路徑普篩 不是嗎 所以這一些1450也好 或說這些策異也好 你們真的要帶風向 拜託不要用這種 是是而非的言論 來去阻擾科學的辦案 最後我們必須要再說 今天早上 我知道說一開始節目的時候 有討論到今天早上的 這個新聞 你想討論一下我們的東哥嗎 那我們等一下照片 再回到東哥 沒有 我只想是說 這個東哥 這個林東林會長 他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 所有台灣2300萬人 在這一段時間受的悶氣 或是這段時間 心裡不準 那感覺都一句話 把他給整個爆發出來 就是 噴笑 說真的 如果說你現在疫情指揮中心 或說各個 民進黨政府 執意不管是要擋疫苗 不管是全面補塞 不管是任何的作為 沒有把防疫放在第一順位 沒有把防疫放在優先 沒有把台灣2300萬人的人命 放在第一順位的話 全民只想要跟你民進黨政府講一句 你真正是 陪你笑的啦